如果电视机前面 你刚好买了新房子 那你的房子不是所谓的预售屋 也不是新陈屋 它是有前一手屋主转卖的二手屋的话 可能空间当中就会留下一些 旧有的装潢跟设备 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全部打掉 我们重新装潢一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我们可以让这些旧有的装潢跟设备 穿上新的外衣 然后跟你家里的风格重新的融合 我觉得在这个环保上面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当然在装潢的预算上 也可以节省不少 今天的幸福魔法师 他可以搬到这一点 原有的装潢如何有效利用 宋文林设计师 今天要让旧装潢 幻然一新 我们说过了 今天的房子屋主买来的时候 已经前一任有屋主了 那其实这个空间应该还蛮适合 他们一家三口居住的 对 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其实屏数是那种 屏数大概是28屏 那它有客餐厅 然后三房 两个卫浴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之前的屋主 它其实有留下了一些原有的装潢 比如说一个很简约的电视墙 跟一些展示柜之类的 但是因为可能跟我们屋主要搬进来 它的一些风格可能不太一样 那甚至说那么简约的电视柜 它并没有具有收纳的功能 那在一家三口的状况下呢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机柜的收纳 对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保留我们可以用的柜体 那我们再继续在门片的部分 或者是用色 木皮的部分 来让旧的东西 跟我们新的设计来结合之后 让整个的客厅 还有一些风格上 它会比较整体一点 我觉得你这样子很棒 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风格不合 那就拆掉好了 我们就全部重做 可是有时候它明明就还不赖 可以用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还OK 可以用 那只是说可能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OK 所以今天这个空间 我觉得很吸引人 因为它只动了一个小小的隔阶 好啊 这个案子 其实蛮适合一般小家庭的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 文霖要发挥什么样的功力 让这个空间变成适合他们居住 我发现呢 来台中我看过几个房子 很特别 他们就是房子到一开门 刚好我们就发现在格局的中间 这种通常比较比起那种 就是门偏空间的一边的那种来得 我觉得难用一些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空间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客厅跟餐厅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它的纵身比较窄一点 可是它比较宽 面貫比较宽 所以它会客厅跟餐桌 其实是连贯在一起 那等于说我如果 一开门 大门一开我可能就看到我的餐桌 我在吃饭 或者是说我们餐桌 有时候还是会摆一些东西 这样子的话 其实大门一开的端竞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呢 我们特别就是自己多了一个隔肩墙 大概220公分的隔肩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隔肩墙一开 我们运用一个壁纸 那收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线板 那营造这个空间的一个温馨感 就花花草草这样子 可是我从刚刚这样看过去 这个墙面还蛮宽的耶 对 所以可是我这边看还蛮短的耶 对 那因为这个墙面我们有220 可是我们一般正常的鞋柜只要做35 它就可以 顶多如果男生鞋子比较大 做40的话 它其实就够用了 所以在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的后面 它是给厨房使用的一个大型的收纳柜 那这个柜子的深度就将近有70 你的吸尘器啊什么就可以都塞在里面 东西摆的还真的很多 还可以摆到行李箱哦 对 我有讲这个概念就是门在中间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墙面 这个墙面中间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T字形的分割 这个T字形刚好左边跟右边 通通都可以摆东西了 就前后都可以用 OK 所以这样的收纳空间 还有那个空间的玄关的地平的界定 也就出来了 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看到客厅的话就想要问了 电视主墙是保留原来的 然后我们再加工的吗 没有 因为这个原来的电视主墙 它是有点像捷径刚烤 白白的一个造型 然后闭怪的电视 可是对我们的屋主来讲的话 会太过于冰冷 对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电视主墙拆除掉 那这边的话 那我们因为整个家庭就一家三口 其实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在灯光的运用 跟这个电视墙的造型上呢 我们其实运用了比较温暖一点的 木皮的颜色 那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 比较黄色系的一个油漆 那上面打了一个灯光下来 是一个黄光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墙面 它非常的干净跟温暖 在这个电视墙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 可是我有发现 你在这个木皮上面 有用一些线条 去让它的精致度感觉是更有质感 那在这个木座的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木座的一个厚度 有一个深浅 让这个柜子的面 它不是那么的平整 那它有一些变化性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成板的部分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单纯的用玻璃成板 那觉得可能它比较单薄 跟整个设计感它比较没有那么搭配 那我们一样可以做木座的一个框 框 对 那把那个玻璃砍在里面 那上面打一个灯光整个透下来 那你每一层的展示 其他都会有这个光源 所以只要一展投射灯 但是三层的展示屏都可以 透过玻璃都可以看得到了 对 千云你可以看到这个油漆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般我们的B7百合白 那其实我们配上一个黄色的灯光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一间整个空间里面 它的灯光来讲的话 没有说运用很大量的一个白光 那一个原因是因为 还是要强调这个空间的温暖跟温馨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是有提到说 除了我们保留柜体之外 原有的天花板我们也没有动 没有动吗 对 那灯怎么来的 这个灯就是原来也是前屋主流下的 六盏那个看板 OK OK 千云你看 这边它其实我们这边 这样木皮接得蛮顺畅的 那它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柜体本来是一个系统柜 系统柜 对 那它因为可能之前的屋主 它需要比较大量的展示 所以它的门片其实是玻璃门片 穿透的那种玻璃门片 对 但是因为我们居家上的话 我们除了局部的展示之外 我们可能还是比较需要大量的收纳 那东西可能就会比较杂乱一点 所以我们的屋主呢 它就希望说保留原来的柜体 但是它把玻璃门片拿掉 那我们就搭配我们原来木座的 一个木皮的方式 让它有旧的东西保留 那做新的 你看这个里面 有啊 很明显耶 就是系统柜 柜体的部分就是原来就有的系统柜 对不对 我们穿上新的外衣的木皮门片 对 就感觉像是新的一套耶 就是比较连贯性 还有吗 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卧榨的部分 你说这里吗 对 这边 对 那这个卧榨的部分 你看得到这个捷径刚烤的这个面像 这个柜子呢 它其实是原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屋主也是想要保留 这边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坐在这边 喝个饮料什么之类的 那它想要保留这个原来的 但是它又想要加一个活动桌 你说这个活动桌 对 这个是新做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窗边这里 加了一个轨道 让这个桌子在这里 那这样子的话呢 旧的有保留 那新的做出来之后 我们只要搭配沙发 像我们去挑选沙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挑一个沙发的一个颜色 确认之后 我们就请沙发订制厂商 来做一个同色系的卧榻 对 那甚至我们在挑选这个茶几的时候呢 一个是考虑小朋友 我们挑一个圆形的 对 那另外这个白色的 也可以再跟它原来的这个白色 去做一个呼应 整体性 OK 真的耶 如果你不讲我不知道 原来这边的这个收纳柜 还有这边的这个窝榻 它都是旧有的屋主留下来的这个设备 跟新的做结合 对 一开始我们提到玄关一进来 因为加了这个墙面之后 除了T字形左右两边的空间 多了收纳之外 真的耶 我在这边吃饭比较 不用担心我的吃相 被别人一推门就看到了 对 而且这个 因为这个墙面其实还有220 所以我们只要加一点成板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相框 或小朋友的一些作品 我倒觉得每天看的报纸 或者是随手看的每一期的杂志 也很适合放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宽度都是足够的 OK 那千云你知道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天花板我们本来是保留的 都没有动过 我们没有动 对 所以在这个我们身后这样子就是 餐厅跟客厅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空间当中 我们在讨论主灯的时候 有在想说是不是要放两盏 可是这样就会觉得有点累赘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盏 比较漂亮的一个灯 放在餐桌的上方 让这个用餐的气氛 它其实是比较温馨的 那你从这边看 它可以是餐桌的一个主灯 那你从客厅看过来 也可能是一个端景 对 那同时你有沒有看到 这个餐桌 一套的 对 那其实这个餐桌并不是请木工做的 反而是我们跟屋主 他到家具店去选的时候 那一样餐桌我们就是定制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记住 我们原本设计给他的概念的木皮 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我们就去挑选木皮颜色相近 甚至是一致的 让它整个空间是串联的 不会说东一块 西一块 就整个设系感觉就是从一 OK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点 是我们当初来的时候 它的冷气其实是在我们现在头顶上这个位置 在上方啊 对 在这个位置 那就变成说这个冷气这样吹下来的时候 可能有局部的空间 它是没有冷气 会比较热 哪边没有 就比如说我们前方这个位置 这一块位置 对 它可能就比较热 那我们请了师傅 冷气厂商 比较专业的厂商 我们来沟通协调之后发现说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把冷气换个方向 那顿速是够的 那你看从客厅这样整个吹过来 就没有死角啦 对 整个吹过来之后 不会因为这个凉的关系 让冷气过不来 对 所以同时其实客餐厅的空间 开一台冷气 它可以全部每个角落都凉了 对 真的只有差一点点就是位置的问题 没有错 靠近厨房的位置 在这里多增设了电气柜 除了满足生活机能之外 内部的层板不坐满的原因呢 是隐藏的电表箱 这样才比较好开启喔 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没有动到太多的变动 那唯一屋主他比较在意的是说 当初这个地方 你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房间 那你这边是一个房间门 我是门 对 那我后面这边其实是一道石墙 所以等于是说 他餐厅那个区域的光线根本就是没有的 就变只有单面了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他唯一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点 那再加上他有收纳的一些需求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这个门给拆掉 这个墙也拆掉 对 那我们就用了一个 这样玻璃拉门的方式 对 那在这个部分呢 让他的光线可以从后阳台那边 穿透到这边来 那另外因为我们屋主的话 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爸爸妈妈 会来这边 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来住 所以呢 在一个居住上 或者是说房间的功能的考量上来讲 是啦 对 我们就会把这边 玻璃的部分呢 是在这个上半部 那其实我们这里有加做一个卷帘 到时候你把卷帘放下来的时候呢 到这一个高度之后 其实是看不进去的 那其实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房间 再说那个部分 因为我们客厅做得比较简洁 那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大量的 比如说棉被啦 或者是一些被套要收纳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做在这个盒室这里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做的一个 架高40公分 它才做上线 才真正有那个空间的利用 哇塞 六格耶 对 你这间根本就是一个储藏室呢 对 在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呢 我们因为架高一定是用木工去做 但是旁边呢 我们就可以用系统去做搭配 所以你下面的柜子打开 其实它那个柜子的深度 是吃到这个40公分的架高 对 那在这个部分 因为整个要收得比较干净一点 所以几乎都是有门片 对 但是要让这个 因为毕竟空间不是很大 让它要还是稍微有一点空间感的话 我们在最旁边靠近窗户的地方 是做一个上下柜的方式 然后你会有一些展示品啦 或者是水手想要拿的东西 甚至小朋友想要在那边写个字啊 某一些事情的话 就可以利用它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 然后搭配一个比较鲜艳的烤漆玻璃 绿色的 对 让在这个空间上有一点变化 这个拿掉隔间墙的房间 它要是书房 它要是客房 它要是一个超大的储藏室 所以很多功用都必须满足在这个小空间里 对 所以它这么多功能一个状况下呢 刚刚我们已经有介绍 用架高的方式加强收纳 对 然后因为书房的功能 所以旁边会有书柜 然后会有书桌 那因为它又要是客房 所以它一定要有衣柜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我们有做了一个三个门片 那它其实打开里面就是衣柜的功能 前两个衣柜嘛 对不对 第三个好像暗藏玄机喔 第三个的话 因为我们刚好这个衣柜 紧邻着我们的书桌 那我们书桌通常 除了上网啊 用电脑之外 我们可能会练一些东西 有一些事物机要放 那在这个衣柜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把这个柜子做了两面使用 这就是玄机喔 中间这一段紧接着书桌的这个高度 我往书桌那边使用 可以放试物机 那下方跟上方可能 因为书桌在那边也比较不好拿取 我还是在和室这边使用 对 真的很厉害耶 就是櫃口开的方向 就是最适合 最顺手 最方便用的那个方向 而且是整个系统 这样看起来就很美了 对 好多车车的房间喔 我刚刚就说过 这个小男生真的好幸福喔 这个小朋友 一开始我们就是有设定 小男孩 喜欢车车 对 他来谈土的时候 妈妈在本身边跟我谈 他就自己在那边推小车子 所以这个空间呢 我们设定就是颜色 然后主题 那颜色因为是小男孩 所以用了水蓝色跟蚝黄色去搭配 那通常像我们一般都会在书柜 跟书桌中间放一个烤漆玻璃 像这一块嘛 对 那你就可以写字啊 或者Membo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小朋友现在真的还很小 他像你这样坐着啊 他根本写不到 所以我把这个烤漆玻璃呢 我把它延伸到旁边来 然后做一个垂直落地 那他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站着 你目前的高度他站着 每天就在那边画画很开心 太好了 你知道给他一块地方画画 你其他的墙壁 通通可以幸免云难被他画到 对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当然还是会有这个床啊 床上有凉的这一个问题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还是要用一个 惯用的手法 就是用弧形把这个天花板收掉 接着呢 在最后 我们要让你看一下 这个房子最大最经典的地方 就是在于 他的新旧衣柜的结合 真的 我觉得很多物主看到这边 应该会觉得说 哇 我家的旧衣柜有第二春了 因为在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旧的衣柜 对 那但是屋主他觉得说 还OK 都可以用 只是说可能把手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旧一点 五金比较旧一点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新做了一组这整面 新的一个衣柜 衣柜是浅色到这边嘛 对 浅色到这边 因为我们可能跟床的距离 有点比较窄一点 所以做浅色的 对 那再来整个 它新的跟旧的 它整个串联的一个精神 就是在于这个把手 OK 我懂喔 就是旧的衣柜的部分 我们也换了新的这个把手 对不对 观众朋友 我们看完今天这一集 如果这个房子今天全部敲掉 重新做过 也许那是一种还不错的享受 也是一种感觉 但是假如它可以让旧家具 跟你的新家具做更完美的结合 我觉得那才是另外一种成就感 没有错 没有错 OK 今天的这个幸福空间 我们带给你的这一集 希望让你家里如果有 前任屋主流下来的旧家具 可以让它找到非常棒的第二春 也许是一集合理 是一集合理